果然凱莎拿了 一定拿 不用看 直接秒鎖 這個沒道理 順位太高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 UNIFY的選擇 我覺得有兩個 一個是小炮 另外一個是蔡亞瑞空 感覺PSG好像沒有要直接拿鱷魚耐德利的嗎 這把要轉彎節奏 要打前期上野貫穿 哇 PSG要貫通上野 那是不敢相信 變第二套了嗎 第一套團戰那個打完了 那個關燈教養 OK 又要開砍了嗎 哇 今天要什麼 做白斬機 哇 上次砍飛機 這場砍鳥人 砍鳥人 砍鳥人 好恐怖 真的嗎 這一隻 蛤 原來是 一隻東山 沒有 換了換了換了 這個比較合理 這個也是恐怖的 這個也是恐怖的 是來了一個先發制的 而且這邊Riverr是選擇直接換區了 Riverr直接跳進來 而且因為剛剛那個位置 看到Udyr藍開的話 現在Udyr大家都是 哇 他是雙差都中 哎呦 這想笑殺了 打了狀態 然後沒虛弱沒閃現 開始喝水 看要不要打吧 哇 他看到了 看到沒虛了 他拼了一個問號 有鬼 我的虛呢 這邊一定有鬼 我的石像呢 哎呀 都沒了 都沒了 完了 完了 完蛋 哇 這前面先被奪走了 這Riverr直接 進到對方的家裡 是親門踏步 他們其實有拼出來 他們大概知道 他蹲在這裡了 哇 這都在PSG的盤算當中嗎 看到了 要殺嗎 要殺嗎 應該說都在BYG的盤算當中嗎 哇 往前的一個打是直接勾到 然後反射滑是直接互比閃現 不過就算阿祈爾能夠推 在上半部的一個位置 鱷魚也是取到一個很不錯的想法 先來搞中路 普攻一下 對 這其實也是變相的遏止說 不讓你進到我野區的一個壓制 哇 他這邊 胡小很難玩 被抓到位置 然後他的酒桶也被推 哇 和蟹也躲不下來的 完了 開始掛網 他現在還是沒事做啊 前面被PSG給套路到了 PSG太狠了吧 哇 上一場比賽狠的是UNIFY 這場比賽變成River了 而且這裡不讓你吃河蟹 然後 欸 你這個吃JUJI 我也要鬧一下 那你還要吃嗎 你還想吃嗎 還想吃嗎 你能吃嗎 哇 這是不給你吃 哇 這什麼飢餓打法 哇 這 胡小他是 被動型絕食流 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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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哇 但是看起來BIG沒有要放喔 想打架嗎 這裡還是想要拚團 不過凱win先蹲在了草叢裡面 稍微過來check一下 小龍最後也是作罷 BIG這邊選擇是打野幫推中路 然後想要來靠這個河蟹 但是一出來的那一瞬間 就被收掉了 不過最關鍵的是這個藍buff 沒有辦法讓到阿齊爾的身上 他被中走了吧 來了 不給你 搶到突飛 然後還有鱷魚 這一波的一個配合 他沒閃 他閃沒好 Hanabi怎麼會在塔後呢 趕緊過來是擋標 但最後還是倒地 Hanabi拿下了手殺 River怎麼這麼扯啊 哇 他如果偷他一攤咎咎 他知道他沒閃 剛好Hanabi的位置更軌 哇 還要塔殺嗎 他直接卡在這個三角槽裡面 把火小給剁了 而且真的像你講的一樣 火龍來玩 凱win來 凱win來玩 這個 小亮能活嗎 好像可以 這波兵線有卡住 我們前面有講到 四攤其實已經是 箭在懸上了 然後這裡繼續的塔殺這個沙威盒嗎 看到了 定住 給標 一套傷害 交出閃線 躲掉 那這樣子一個閃線 免離了死亡的危機 他目前是有點接近半斷線的感覺了 什麼4殺3 我4殺3先給個標 但Maple是顏面遇到了Husha 冒犯是沒踢的喔 冒犯要直接靠了 冒犯要繞最遠的位置 直接過來靠了 這會是一個5殺3喔 沒有 應該就點塔 應該就點塔而已 最後是沒有選擇塔殺 因為我想說如果做塔殺的話 鱷魚他是贏一個TP的 還有預示者 我來拆塔了 再吃標 哇這Kino可能要退了喔 吃了滿嘴毛 哇這毛吃滿之後 這牛也被打回家 那這樣PSG 短時間是拿掉了BYG他們的一個下路塔 而且這裡Hanabi要來君臨天下 不過一個大招說走開 不過在塔數上面是一個105對0啊 加960對上0 0 哇BYG是沒有任何的進障的 通靈王 哇這是窮困潦倒的 這個紅再反一下 這Husha想要來拚個重擊 不過自己的位置非常的危險 兩邊的TP是同時量 一個標的話是直接標到紅BUFF身上 他最後一個重擊 紅BUFF落在River 然後後續就是Maple的一個進場 是後面靠上一個虛弱 這時候非常恐怖的一個Hanabi 然後小柴犬交錯了閃現River 更上了一個撕裂 沒有辦法撕裂 小柴犬最後還是倒下 不過在另外一邊的團戰 變成BYG 有機會可以來收割嗎 Maple隔牆的一個觀望 是隔岸關火 最後是BYG打贏了這波團戰 這什麼花式殺法啊 哇PSG殺那個柴犬的方式很華麗耶 這個位置進來是凱雲先反開了狐小 但你看這邊亮下來 其實Maple在下面是一個人卡住了兩個BYG的carry位 然後這個進來往前晃 你看到這邊他們是花了鱷魚 奈德利跟阿卡利 就這三個人就交閃硬要殺全人 那反倒是正面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阿齊爾 跟開大的牛這邊其實不停的打控制跟打輸出 反倒是正面輸了 那就算側邊有換掉一個凱撒的人頭 但都因為這個閃現的位置太深了 所以導致多掉了一個人頭 是先補了李安卓 但凱雲看起來是很有想法嗎 勾上來 插到肥套標罩 然後反身撲上去交出了閃現 但是是一個死亡閃現 這整場比賽沒看到他的身姿能否做事呢 這場封航提款了嗎 可以嗎 九等打十二等的 先交了一個離軍手裡劍 拍了一個熊巴掌 冒安也是過來 不過進到了塔下之後 完全沒有機會 第幾次River來到BYG他們的一個紅buff位置了 好像已經三次了 胡曉不覺得他在參加飢餓三十啊 好餓 都吃不到野怪耶 就輸兩等了 已經輸了四十九隻兵了 我的天 他這個紅又吃不到 就像現在 走進來 大哥 抱歉 歐於大哥抱歉 抱歉 抱歉 小弟弟不該在這邊跟你吃野怪的 但是他想拚重擊 中走了中走了 這把大哥的鳥鳥給中走了 應該是可以轉掉了 PSG現在是來的窒息室的壓制 所以漫漫也不可能TP後面的野直接進來推人吧 日輪聖盲加標同時出手 然後同時也宣告的是中塔的告破 開大勸退流 進攻性都是放在PSG的身上 所以他們是為所欲為 我還在這邊等 阿奇爾的塔印沒有 其實Maple的位置是 我這邊巧成正面了 而且現在的話 鱷魚在繞了 哇這鱷魚的位置是不是有點恐怖呢 想要先抓凱win 但凱win是硬啦 然後在另外一邊的話 Maple也是 進行了夾擊 再一個不要飆到小柴犬了 那這樣的話是PSG 有機會可以發起進攻嗎 吃到毛的話 那這個團 就說這個線就要讓囉 開吃了 開吃給壓力 PSG 直接開始假巴龍 27分鐘的時間 但柴犬去吃果子回血了 這血其實回的還可以 那巴龍的血量 在上半部Maple先給Kino壓力 Kino快要進到了半血 不過巴龍快進斬殺線 這裡的話 閃線不是硬子沒開到 那加上PSG 有機會給一波機會嗎 這後續套上了一個 Sheromaple的一個進場 開出了一個驚人 那這時候恐怖的一個鱷魚 準備要來軍靈天下 這邊先給到一個鱷魚手裡劍 那什麼時候要飛回去 這次飛回去 又盯上的是小彩犬 小彩犬已經暴命被Maple給切死 而且這裡 來自遠方的祝福 是由耐得力 掌握DoubleQ 接著是屬於UNIFY的 彈跳時間 太扯了吧 瘋毫那個進場 我沒看錯他應該吃了至少三招 他應該吃了 這個牛的Q 然後吃了這個虛弱 就他吃了一堆技能 然後按了驚人 技能結束之後再切一波 哇原來是吃招怪物嗎 我的天 那這個中塔要不見了 高地也要不見了 這有機會一波倒嗎 20秒有小砲 最快的是15秒的HUSHA 要一波要一波 哇PSG避免夜長夢多 大局挺進 大軍壓進 小砲很快 阿卡利其實也很快 哇但是點塔的速度是更加快速的 我們要恭喜PSG 在這場比賽是不給BYG任何的懸念 28分鐘秋風掃落葉 納下了聽牌局 PSG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哇 怕掉蓋賀 有點恐怖 哇這場比賽 BYG是 他真的被掐死了 就等下如果有回放可以看最後一波團 可以看到瘋躺 等下他們可以 仔細檢查一下 瘋躺到底吃了多少招 這樣子好像在抓戰犯的感覺 但不是 但他那一波真的是 完全把BYG的後排給卡死了 我們不是在抓戰犯 我們沒有看到他到底吸了多少招 對他這個位置 他其實在側邊已經給到BYG的後排很大壓力 那這個側面一進場呢 我記得他是吃了一個牛的Q啦 然後就吃了一個虛弱啦 然後這邊的部分其實看到 小亮是一直在在躲 這邊是等於是吃了阿祈爾的一波 牛的Q 虛弱 然後正面的位置 你看小翔這邊按完精神之後 他只能打二元 但是正面的位置 小亮已經扛不住了 反倒是 打完這個團戰之後 PHG的雙C 狀態都還是非常健康的 哇 Maple 我願意稱你為吃招怪物 前面也有隊上路 取到了一個針對 最終是能夠順利的贏下遊戲 Maple表示 我沒玩到 他有玩到 他最後玩得很開心啊 他吃得很開心 他們招全吃了 好爽 這場比賽應該不是看他輸出 把那個承受傷害拿出來看一下 就我覺得 BYG其實在今天的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PHG不斷的往柴犬這條路去打 不管是對線壓制 還是GANK 還是團戰的一個 輸出限制 都讓他很難過發揮 所以BYG勢必要有其他人可以跳出來 好 那我也來猜一下MVP 我們給到 Rever的身上 哎呀 中啦 原來又是英文台的 好猜好猜 好會猜 哇 這個感覺也是挺好預測的 因為在前面這護帥就已經被壓爆了 這個我覺得沒辦法 這把